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韩国媒体独家报导了 IU被控涉嫌抄袭其他艺人的音乐 而被告到警方的消息 该新闻也登上了演艺新闻的热搜一位 5月10号,根据媒体报导 普通市民A某称 因IU唱的普农行等六首歌曲 被发现抄袭了其他国内外艺人的音乐 所以在5月8号以侵犯版权罪名 向首尔江南警察局报案了 这次被控告的歌曲有 普农行,穷乃,逼比,还有我,不 Celebrate等六首歌 其中IU参与作词作曲的歌曲有 Celebrate 与比比 而根据控告内容表示 这些歌曲与原创作品的旋律 节奏和弦进行等相似的情况很多 特别是求纳于普农行 一般听众听起来也觉得有相当的相似之处 而决定了整个音乐的气氛跟特征 让听众产生好奇心的这六首歌的开头部分 都有抄袭的嫌疑 而根据媒体报道 实际上在2013年 普农行发表当时 就曾有过与德国乐队的相似之处 引发了抄袭争议 最后这位控告人对媒体表示 IU曾多次被指控抄袭 但他没有做任何解释 反而以侵犯版权的名义 要求删除质疑抄袭的贴文 除此之外 因为司法机关对于版权抄袭的消极态度 让我觉得很有问题存在 而决定提告此案了 本来侵犯版权是需要版权 持有人亲自提告才可以 但是A某的法律代理人表示 根据韩国著作权法第140条 如果持续多次的侵害版权 二次著作物 总之他们的意思就是 IU这次的情况 普通市民A某也是可以提告的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IU的精神病黑粉们还这样吗 因为最近挺安静的 还以为这些疯子们都跑到强王娘那边了 原来还在IU这里 IU黑粉果然是不一样的等级 他们应该就是前一阵子在发传单说 IU是脱背者的他们吧 听说他们还发传单说 IU是间谍 真的是疯了 这些疯子们因为再怎么拼命 在YouTube论坛也带不动风向 所以真的疯了 哇真的是真他妈没事做 BB只是参与了作词 除了Celebrate 没有一首参与作曲 为什么不是高作曲价是IU呢 活自己的人生吧 不要因为不喜欢的艺人浪费你的时间 这种程度的话 是不是想要在警局看IU的脸才这样的呢 目前除了一个YouTube频道之外 其他所有韩国论坛都是 黑粉们又开始了这种反应 所以对于IU因涉嫌抄袭 被普通市民A某告到警局的消息 华语圈的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一个消息是 2020年引起私生活争议 宣布停止活动的NCT卢卡斯 今天正式宣布退团了 5月10号 SM正式声明 经过与卢卡斯的深度讨论后 决定他退出NCT与VMV 以后会展开个人活动 考虑到成员们以及粉丝们 我们认为这是最好的选择 因此请求一直以来支持NCT与VMV成员 卢卡斯的粉丝们 能够体谅这一个决定 未来卢卡斯将以个人活动的形式 进行各种活动 感谢一直以来给予充满爱心的粉丝们 希望你们继续给予卢卡斯 不变的支持与关注 谢谢 而卢卡斯也在埃及发文 向粉丝们告知了退团消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